喔好熱 今天好熱 今天也太熱了吧 我的天啊 熊馬 今天喔 太陽超大的 但今天還沒有要先帶熊馬 這幾天太陽都一樣很大啦 所以今天還可以不用帶熊馬出門 可能這一兩天會帶他出去 熊馬不要一直叫 熊馬在這個地方喔 好這是以前養倉鼠的啦 那個我妹以前在養倉鼠留下來的籠子 現在就給熊馬住了 熊馬 這邊來 上來 看來 在這邊 有沒有 跟大家打個招呼啊熊馬 他平常睡覺的時候是有這個鳥窩的啦 然後我們會放一個那個 保溫燈之類的 反正就可以讓他在這個地方就是 他也不是住這個啦 他是住之前影片有一個很大的那個籠子 阿呆還在的時候那個籠子 他還是住那一個 這只是他就是 平常在家裡比較好移動 那我們就一樣 先帶熊馬去洗澡 然後我等一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要介紹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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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齁 长眼睛胸毛就洗好了 我们要找一个它不会怕的植物 这个还没有开的兰花 这一盆还不会开的兰 还没开的兰花 直接给它站在这个树枝上 它就会抓着这个树枝 然后可以在上面就是梳理它的毛 梳理很凶的毛 有太阳 今天太阳好热 你应该很快就干了 它平常喜欢站这一个 来 给你站这一个 来 那我们今天很简单 胸毛就在那边梳理它的毛 你要看它就看它 要看我就看我 不对啦 应该是要看我才对喔 来 我有去网路上买了这个小包包 你看喔 它里面有一个这个垫子 这是一种竹席 草席那种感觉 竹席啦 它可以让胸毛站在上面 然后也可以冬暖夏凉吧 重点是它里面的深度 宽度 它这个长宽都是十几公分 这不是业配喔 我自己买的 它可以让胸毛在里面的时候 可以透过这个透明的 这个前面的挡风玻璃吗 可以看到啊 外面的景色 然后这个上面呢 因为是做网子的啦 网状的 让胸毛在里面的时候 也比较透气 然后我最喜欢它的一个点 就是它后面这边 它后面这边有一个小袋子喔 这小袋子可以放暖暖包 冬天的时候带胸毛出去 也很OK喔 至少后面这一面墙 会是热的 它可以靠着这样子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 胸毛它到底越不愿意进去 我怕这个狭小的空间呢 它会不会有这种幽闭恐惧症的感觉 今天是要来带胸毛测试喔 这样子我就可以有没有 这样子正常的这样子 背胸毛出去 还不错喔 这样子背着出去 胸毛就在这边看外面的世界 我也不怕它飞走 或者是 你会不然飞 可以用车弄到 要怎么 带车可以用弄拍 那除了这一个小的呢 我还要买一个大的 有没有 这个比较大 现在这个 胸毛在警戒喔 因为它会怕那些有的没的 有没有 这一块 这一块是比较大的足袭啦 然后其他的构造都跟刚刚那个小的是一样的喔 那这个 袋子呢 它不够硬 我很怕如果我这样子 走着走着突然不小心 嘶嘶 然后 胸毛直接变成一张纸怎么办 所以我是一直很想要把它加工 可能旁边拿竹筷子来什么的 反正把旁边的那个四周呢 都把它加固一下 那这个一样 有那个暖暖包可以放置的位置啦 然后有透气的 这个到时候胸毛进来 就是更大 我是担心说 他如果等一下这个小的他不喜欢 他进去他会怕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他的这个鸟巢 他平常睡觉呢 是睡这个鸟巢 他看到这个鸟巢会很安心 他会直接这样子 就跑进去 然后趴在里面睡觉这样 所以我应该是放着下巴 我有量过 我有去网路上看那个尺寸表的时候 诶 可以 可以把胸毛灌在里面 就这样 然后旁边可以有一些空间啊 可以放他的水啦 或者是 他的饲料 这样子 诶 这样可以喔 胸毛如果会怕那个小的 比较幽闭恐惧的话呢 这一个是没有问题的 胸毛这样子我也不怕压到啦 因为这个鸟巢超硬的 不知道是加了什么 siricone还是什么 把这就不会压到啦 好像胸毛在里面很安全喔 非常的安全喔 胸毛你还在 你还在弄喔 还没弄好 等着要看你进来呢 之前我们不是有看胸毛 他在地上的时候啊 然后就是好像一直在发抖这样 后来我才问我妈才知道说 诶 其实胸毛 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会怕 就是他自己在那边有没有像这样子 他想要抓头或什么的 他一只脚放在这个光滑的尺寸上的时候呢 他会后退 他会怕怕的 就后面没有一个安心感 所以如果你让他站在树枝上的话 他反而比较好使力喔 他自己弄的会比较干 所以那一次我们才 迫不得已 直接拿着那个 卫生纸直接帮他做擦拭喔 现在知道了就 诶 就乖乖的把它放在上面 找一盆花这样子就没问题了 看我这样的环境 不觉得很像什么 新居落成不是什么开心店啊 开张大吉 然后人家送花盆来喔 很像喔 来 我这边还有送两块垫子喔 有没有 一蓝一红 这个是说什么保暖垫 还是什么尿布垫 反正如果我垫在下面 让胸毛站在上面 不过胸毛应该是会怕这个 我自己觉得 他应该会很抗拒喔 就这样子把他垫着 他在上面尿尿啊 或什么的大便啊 反正回来就是拿回来这样子 搓一搓 这样洗就好了 两个来做替换 这是他送的 不对 是我加过的 谁给你送的 来 胸毛要不要来 清好了没 清好了就上来手上 胸毛 OK 他已经清的差不多了各位 来 新手来一个 新手来一个 好 我们来测试啰 他到底可不可以进去 这个新家呢 来 有没有 狂飞喔 他说你要帮我带去哪儿 来来 不要怕 不要怕 胸毛来 胸毛来 放进来 这里 没事 有没有 还在里面喔 一动也不敢动 没事 胸毛 又飞走了 很安全啊 这个里面 对不对 这是你的外出的新家 好不好 外出的新家不用怕 先让你在里面冷静一会儿 胸毛 这边 胸毛 他应该会直接飞出来喔 没意外的话 有没有 要先让他慢慢习惯这个 胸毛现在很紧张喔 我怎么出去 怎么不让我出去 好了这算是做一个压力测试啦 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可以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可以啦 喔他这里面大变了 吓到错了喔 好吧 只好帮他 整理一下 这个是我最近喔 得到的那个疗愈小物 这是蒸的树 蒸的小花 小树 小盆栽 这个呢可以让胸毛在这边 来 小毛 这你的好朋友 来 站着 那今天就是主要来测试一下就是我买了这两个到底好不好用喔 就这一个还有这个大的 诶其实都还不错 胸毛他是可以进去的 然后可以带他带一些周边的东西什么的 就是要先让他习惯不要让他害怕啦 那下一集就是我们正式的要出去玩了 今天可以拍到很多胸毛好像逃出生天的画面喔 哈哈哈哈 熊猫 乖喔 下一次我们就要出去玩了 那如果你们想要知道这个包包啦 它是什么名字的话我会打在那个 就你现在看的萤幕啦 就在下面这边 你们看得到的 去可能去哪一个购物网站啊 蝦皮的还是什么的 是可以找到这个东西的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自己去买吧 反正我这不是业配 我只是自己买来用用看 我觉得还不错 那么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 喜欢的话帮我点喜欢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给你 就想看胸毛的朋友喔 下次见 拜拜 我摸摸的发现旁边有一只蜜蜂 熊猫来 上来我的手上来 给他站在这边看看风景啊 然后现在太阳啊 然后后面那边哦 是就刚刚拍到那个 唉 哈哈哈 哈哈